与消防局长向永才突然被爆料出有婚外情的事件也引起关注 市长谢国良同样强调 这个周末完就能够厘清整件事 怎么处理会有一个结论 向局长的部分我们还在了解当中 我们希望尽快在这个周末 可以把相关的情况跟实际的情形 跟我们未来要处理的方式能够厘清出来 然后这个周末完我想我们就会有一个结论 市长谢国良早上才表示周末完会有结论 不过不用等到周末完下午 基隆市政府主动发布新闻稿表示 消防局长向永才已经主动宣布请辞 职务将由副局长站带 对此基隆市政府感谢向永才局长 这段期间在工作岗位上的付出与努力 基隆市消防局会持续为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把关 动案商场争议事件引发社会关注 连基隆市议会也要求基隆市政府 要在三月初举行的临时会上报告说明清楚 市长谢国良表示市政府已经释出善意 看看大家有没有和解的空间 而副市长邱佩玲也已经联系上Net 我的说法还是跟我在春节团拜的时候 说法一样没什么改变 我们释出善意跟他表示善意 看看大家有没有和解的空间 那据我了解 我们的副市长有跟他们联系上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从 aos到达生活生未能 如果没有以上 我访为什么让他查证了